在加拿大有一个像树岛意外发现埋藏一笔宝藏 在挖到九米深时就挖出一块石板 结果语言学家破译后得知 记载着下面埋藏五亿北京 然而两百多年来 无数的巡猫队来这里 从原始方法到如今动用各种各样高科技 甚至还因此死了六个人 但时至今日却始终没有任何人能够拿出宝藏 大家好我是大胖 咱们今儿来探讨一个非常有名的宝藏 在其挖掘期间 甚至还吸引了包括美国罗斯副总统在内的 许许多多名人的投资 当然也充满了各种灵异的传说 加拿大的辛斯科舍省濒临大西洋 它从大陆渗入海洋那一部分 三面环水看起来很像一个半岛 在省会城市哈里法克斯西南 大约80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小岛 岛长一公里多宽不到500米 是个小不点 岛上曾经长满了橡树 所以叫做橡树岛 在18世纪以前 岛上一直无人居住 但是在1975年一天的傍晚 天已经有点擦黑了 一个叫麦金尼斯的年轻人 划船经过了橡树岛就引发了其后的一系列故事 咱们就称它为小麦 小麦看到小岛上冷罩着一层雾气若隐若现 但岛上的树林里有一道奇特的闪光 难道说有人在岛上燃烧篝火吗 好奇的小麦就划船上岛 向着发出亮光的地方走去 可是当它走到发出亮光的地方时 闪光却没有了 小麦呢就有点懵 它突然发现这片森林像是被砍伐过的 因为它正站在一片空地上 地面还有一些橡树的树桩 旁边一棵老橡树的大树枝 就延伸到这片空地 树枝上居然固定着一个已经生锈的滑轮 滑轮下面是一个挂钩 所以这些树枝和滑轮就构成了一台简易的悬吊设备 像是一台简易的起重机 难道说有人曾经在这里调过什么重的东西吗 小麦的视线穿着挂钩的指向往下看 地上有一圈红色的三叶草 小麦很确定 它在当地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三叶草 无人的荒岛被砍伐的树林 悬挂的吊具 外来的红色三叶草 所有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 小麦不会吹飞之力 就脑补出一个结论 橡树岛上有宝藏啊 小麦的心脏碰碰碰急速跳了起来 但是小伙子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一想挖别人藏宝这种活 我一个人可干不了 得找几个可靠的朋友一起干 所以小麦就先留下记号 先划船回家去了 几天后一个傍晚 三个小伙子一起来那片空地 小麦领头三个人就从三叶草 构成的圆形区域位置 启动了挖宝工程 当挖了三米之后 他们挖到一个项目当成的平台 一伙人都非常兴奋 因为这是一个人工结构 说明确实有人在这里深挖过 搞过什么工程 寻宝有戏 你想啊 在这么一个荒凉的岛上 搞这么隐蔽 又这么费劲的工程 除了藏宝还能藏什么呢 在小麦所生活的年代 有这样的联想 既很正常也很合理 因为当时是海盗旗 还不时的在海上飘洋的年代 找到没有人烟的小岛藏宝 是海盗们的习惯操作 小麦一伙人 把项目一根一根的翘起来 又搬出去 就已经累的够呛了 所以决定呢 先休息一会儿 于是呀 就在岛上瞎溜达 当时正赶上退潮 海水退去之后 他们在岛的东部海湾 又发现一个大铁环螺栓 嵌在一块岩石上 他们就推测 这多半呀 是当年藏宝人 埋藏财宝时 为了停靠船只方便 所留下的这么一个 即橄榄绳的装置 小伙们更加信心十足 几乎隔几天晚上就要过来挖 但这一挖就没完没了了 在挖到六米深时 他们发现了第二个项目平台 三个人一合计 这个藏宝估计是个大工程 我们三个人干 那是不够的 需要从长计议 所以三个人呢 就暂时停工了 跑出去凑钱 从当地政府手里 买下了橡树岛的几块地 然后就可以慢慢挖了 想挖多久都没问题 买下的其中一块地 就包括了这个疑似的藏宝坑 然后他们就开始找投资人 交换条件呢 就是挖出了宝藏 部分分给投资人 一开始也没什么人接他们的招 就这么等啊等啊 到1804年 终于盼到了投资人入伙 许茂工程才重新启动 这一次他们雇佣了一个工程队 当工人们清理完 六米深处的项目平台后 又一路向下使劲挖 挖到大约九米深时 工人们又挖到了木头 就在所有人欢天喜地地认为 已经找到了藏宝箱子时 却发现这仅仅只是一个项目平台 就这样 差不多每隔三米 就会碰到一个项目平台 无限的循环 工程队简直都绝望了 到底有完没完呢 宝藏你至于埋这么的深吗 就在这时 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在27米深的地方 工程队挖到一块橄榄色石板 长90公分 宽大约48公分 石板的一面刻着一些模模糊糊的符号 工程队实际上一眼就看出 这不是当地的食材 所以大家伙都很兴奋 有可能找到真正的藏宝入口了 可是这会天色已晚 大家就决定先回营地休息 第二天继续 等到第二天天一亮 这个挖宝队就出村回到这个已经挖了27米深的巨坑旁边 结果第一个下坑的人就发出一声惊呼 原来坑里注满了水 从7米5往下全部变成了水井 这一下大家伙全都傻眼了 一商量没办法得先抽水 于是工程队就找来省里最棒的矿井排水队上阵 无奈最好的专家最棒的抽水泵 始终都抽不干井里的水 就好像这边刚出去那边又灌进来似的 主厨的鸭子难道说就这样让它飞走了吗 群宝队当然不同意 而且这也难不住他们 当即就想了个办法 在深坑的旁边再挖一个深32米的树井 和老坑保持平行 现在树井挖好后再横着打一条洞 连到这个老坑的下面 避开已经进水的位置 这样不就能去走宝藏了吗 新树井的工程进展得很顺利 一路挖呀挖 等新的树井挖好后就开始准备打横道 可在离老坑只有60公分的地方 大家都觉得胜利在望时 突然间倒霉催的 横道里也开始渗水 在坑道里工作的人员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水呢眼看是越渗越快 突然间轰的一声 前面的土方塌方了 水奔涌而入 工人们就赶紧逃命 哪里还固托上了什么寻宝 幸运的是工人们全都安全逃了出去 但这个新的坑道很快也装满了水 水位和老坑还一样的高 而这个时候 寻宝队资金也基本见底了 一帮人就只好灰头土脸的停工散火 第一轮寻宝 煞雨而归 看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 这个橡树岛上是真的有宝藏呢 还是说打一从头起 就是这一伙人胡思乱想呢 答案呀 得从挖出的这块石板来看 根据古语言学家詹姆斯列奇蒂的破译 这上面的文字意思是 十英尺以下埋藏着两百万磅的东西 十八世纪中叶的两百万英镑 至少也相当于今天五亿美金 这个数字让橡树岛的深坑名扬全球 大家还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前坑 倒也名副其实 Money Pit 但是因为第一轮寻宝的后果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这个坑道动不动就灌水 谁也不愿意拿命去看玩笑 直到又过了半个多世纪 才有一群不怕死的寻宝人 再次来到前坑 1849年 一个叫特鲁罗的公司 正式入住前坑 公司安排更加专业的工程队 他们的确也很聪明 先观察灌进前坑的水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只要能把源头堵上 那不就好了吗 堵上源头在排水 才是有意义的排水 很快 他们就发现前坑里的水 居然是海水 而且水位还会随着涨潮涨落 有上下的移动 所以他们推测 应该是有一个通往前坑引水的隧道系统 从海外边一直通到前坑里面 在离前坑150-60米远处 有一个海滩 但这片海滩奇怪的是 很干净 没有一块大石头 更奇怪的是 在退潮时 海滩会像被挤压的海绵一样 涌出水来 工程队立刻就意识到 这个海滩有蹊跷 于是工程队在海滩上修了一个尾液 把海水暂时煮在外面 然后扒开海滩上的沙子和小石块 就开始深挖 在90公分深的地方 他们发现有一层 5公分厚的棕色纤维状物质 经过鉴定是椰子纤维 也就是椰子壳外面那一层椰衣 但加拿大没有椰树呀 环顾四周 离像素岛最近的椰子产地 就是加勒比海上的岛国 难道说这些宝物 是加勒比海盗们所留下的宝藏吗 想到这儿 工程队干净更足了 椰衣的下面是一层10公分厚的海草垫 再往下面是一层大小均匀 干净的海滩岩石 岩石被15公分厚的椰子纤维 和海草垫保护着 不受海滩表面的沙子和栗石的影响 而这个岩石区域长度在44米左右 工程队估计了一下 要做这样一个海绵工程呀 至少得挪走5吨左右的沙粒和岩石 这个工程量让工程队很吃惊 也让他们兴奋的手舞足蹈 因为工程量越大 那不就意味着石板上写的200万英镑越真实吗 就像现代银行 你金库的规模越大 保安措施就越强 级别就越高 一个道理 工程队又挪开岩石层之后 就看到5条用石头建成的箱形排水沟 每条沟的宽度约20公分 5条排水沟都修在高水位线 也就是涨潮时的水位线 它们向外延伸 就像一只张开五指的手 寻暴工程队的专家认为 只要顺着这些排水沟摸下去 就一定能够找出海水倒灌隧道系统的全貌 大家伙都很有信心 摩拳擦掌的准备开工 但是呢 人倒没食 喝凉水都塞压缝 就在这个时候 一场猛烈的风暴突然降临 风暴过后 寻暴队再回到沙滩时 它们就全傻掉了 违宴全部垮掉 排水沟被淹没在海水和沙石之下 而此时呢 它们再也没有更多的资金重建违宴 没准又只好回到之前的思路上 想办法在前空的周边 又打了几口垂直的树井 希望其中有那么一口井 能够运气好 避开海水倒灌系统 只要不进水 再打一个横向的洞 通到前空的底部 就可以取走财宝 还是这个思路 但万万想不到 倒霉的事又发生了 当他们的一个横洞 已经非常接近前坑底部时 倒霉的事又来了 前坑原先夺住积水的底部 突然完全坍塌 所以他们打的新竖井 根本就派不上用场了 因为前坑的底 塌陷到更深的地方去了 积水也到了更深的位置上 这个时候 寻暴公司的资金也已经枯竭 团队的信心也降到了零点 所以第二次寻宝也就此打住 煞鱼而归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 又有无数的寻宝队来到项树岛挖宝 就连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都曾经在1909年 给了一个寻宝队投了一大笔钱 直到他去世之前 还对这个宝藏念念不忘 新探险家们也发现了更多线索 他们把染料倒进前坑 这样可以根据有颜色的水的走向 希望可以找出新线索 结果发现 不仅在前坑旁边的海滩 有净水机关 在岛的南面 也有净水机关 于是一队队挖宝人 在岛上到处打井 寻找饮水的隧道网 希望可以堵上 当时间来到20世纪 各种先进的仪器也派上了用场 但遗憾的是 截止到2022年 岛上已经打满了横七竖八的井洞 然而寻宝人还是一无所获 所以干脆有人就提出 没准这个前坑 从一开始 它就是一个圈套 是一个捉弄人的恶作剧 一位2019年才过世的寻宝人 丹布林肯西普 他说 这个前坑的设计者 似乎知道所有寻宝人 心里想的是什么 会怎么做 然后呢 就一步步 把所有人的钱财 精力 甚至生命 全都消耗光 但是也有相信学学的人认为 这个宝藏很不一般 比如咱们前面谈到的 明文石板 为什么挖那么深 都没有看见海水倒灌 而一挪开石板 水就灌进来了呢 一块石板的重量和体积 是没有可能去做 这么大隧道网络的一个阀门的 也许 它扮演的角色 更像是一道芝麻开门的咒语 你把它一拿开 这个咒语就启动了 就开始灌水 而更加诡异的是 每次寻宝都是这个剧本 眼看就要取得成果了 可意外的事情也突然发生 导致寻宝失败 比如前面提到的 前坑突然塌陷 包括突如其来的风暴 在近期的勘探中 有的团队配备有现场摄影和录音设备 录音师就经常听到 有声音断断续续的 而团队所准备的先进仪器 也经常会突然间失灵 这些现象都时有发生 另外 在二十世纪的寻宝人里 有六位曾经事故丧生 所以又有传言 这个宝藏是被诅咒过的 但是比起诅咒 五亿美金这个数字的吸引力 还是杠杠的 所以注定了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寻宝人 去像树岛探险 那像树岛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宝藏呢 如果它是一个恶作剧 又会有谁 设计了这样一种巧思 并且延续了两百多年 所有人都没能破解呢 所以 有很多人仍然坚信 这个岛上不管埋的是什么东西 一定是某种比较重要的东西 对此 各位有什么新的看法呢 还请在评论区呀 纽约发言 我会随机定期 出取观众赠送小礼品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还麻烦呀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一定要长按哦 非常感谢 下期见 拜拜了 您嘞